晚清思 晚清思 任风雨飘摇 人生不惧 浮生一梦醉眼看 海如波 心如浩月 雪似天赐 你自妖娆 我自伴 永不相欺 欢迎收听长篇古宫 穿越爱情小说 晚清思 敬请订阅 分享 点赞 给我们最大的动物 第三十五集 早上起来去找红叶 房间去锁着 问了人才知道红叶被九王爷点了牌子 去九王爷附上了 这红叶 后日便是超级花魁大赛 决赛第一场十进八的淘汰赛了 她倒是一点也不紧张 照旧跟她的九爷风花雪月去 也不好声练练她的曲子 百无聊赖地回来 想练会吉他 突然想起吉他落在了将军府那园子里了 想让小红去取 转而一想又作罢 反正这将军府也不会丢 我以后在乙红楼也用不到那东西 都是在将军府用 搁那儿便搁那儿好了 省得将军府那只小野猫 还以为我没事总是找着借口往那儿跑 是为了勾引他二叔 正无聊间 金大娘来了 还带了我上次画给他做的布公仔样品 我眉开眼笑的 看着这五只憨态客居 造型各异的卡通小布珠 连声称赞道 金大娘 你们锦绣庄的师傅 可真是心灵手巧呀 感情我画什么都能做得出来 金大娘十分得意的道 那还用说 不怕说句大话 只要姑娘画得出来 我锦绣庄就没有做不出来的东西 我点点头笑道 这么说来 我真要多弄些东西 让大娘试试了 大娘觉得这些布玩偶 在京城有没有市场 金大娘笑道 哎呀 我正想跟姑娘说这个事 这样品刚刚做出来的时候 我那两个小儿 喜欢得不得了 抱着不敢松手 我要不是答应给姑娘送来 只怕都会心软给了他们 这玩偶 京城的少爷小姐 一定会喜欢的 姑娘有空啊 不妨多画些样出来 让我们照做 真是没有想到 这样丑蠢的猪仔 姑娘都能整得这般的逗趣 我笑了笑 花样少不了你的 金大娘 我跟你们签了约的 自然是多想挣些钱 做这些玩偶的材料 大娘不妨再多换几种 布料有时候可以换成兽皮 做出来的效果又会不同 价格当然也更贵 那样的玩偶 是销给那些豪门富户的孩子 做得好 女娟也会喜欢的 金大娘眼睛一亮 姑娘提点的是 我回头就试一试 姑娘若觉得 这布偶没有问题 那我们回去 就大量生产上市 我笑道 大娘的样品做得这样好 我自然是没有什么问题 我这里还有一些东西 想请大娘帮我拿回去 做一做 姑娘又画了什么新花样吗 金大娘此刻看我的眼神 就像看到财神爷一样 我笑着将空闲时 画好的图纸给他 笑道 倒不是什么新花样 只是我自己需要的一些东西 啊 金大娘好奇地接过去 看了看 脸色微变 盘眼看我 强笑道 姑娘这是 嗯 我需要一些简单的衣服 我忍住笑 我不过是画了一些T恤 长裤 封衣 衬衣 加决服的图稿 再加上一个大背包的样式 这些个东西 我早就想弄了 特别是背包 我在电视里看到古人 都是打包袱 多麻烦 多不方便呀 就算是随便缝个布包 也比拿块布打包袱 方便使用 真不知道 这些古人怎么想的 姑娘这些衣服的样子 可真是古怪得很 金大娘笑得勉强 这些真的可以穿吗 反正是我穿 大娘照着做就是了 我如今对锦绣装的手艺 十分有自信 看金大娘一副被吓住的样子 暗笑幸好夏天过了 我还没有画些背心吊带出来吓你呢 我对这古代的袍服裸裙 真是有些烦了 想起小时候 和一帮小朋友扮家家酒 常常把家里的床单背面 拿出来裹在身上 扮小姐扮丫鬟的 对那些看起来漂亮的 不得了的拆裙 是多么艳羡呀 谁知道 如今整天穿这个 根本和想象中不是一回事 宽袍大袖 稍不注意就蹭脏 还束手束脚的 好看是好看了 却麻烦得要死 哎 姑娘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这些新奇古怪的想法 到底是见过风浪的商家 金大娘很快就恢复常态 看着我的图纸 指着我单独著名的扣子 眼中一亮 姑娘这扣 啊 才知大娘随便选 我笑道 知道她对这个来了兴趣 这个时代还没有扣子这玩意儿呢 金大娘也算是个嗅觉敏锐的商人了 木头 石头 金银都可以作为扣子的材料 样式呢 也可以是千变万化的 这扣可比布扣方便 大娘想推行也行的 反正按契约 给我账号打钱便是了 金大娘笑得十分谄媚 看姑娘说的 嘿嘿 我们做生意的人 若是不讲信用 这生意也是做不下去了 姑娘的银子 一分也少不了 我这就回去 给姑娘张了去 她乐颠颠的走了 我去叫小红 拿了两只小布珠塞在她手上 收了样品出来 送你两只 拿去玩 谢谢姑娘 小红兴奋的脸都红了 刚刚我在和金大娘谈话时 便进她一双眼睛 偷偷地不知瞄了那猪仔几回 看来果真如我所料 古今中外的女人和小孩 都逃不脱卡通公仔的巨大杀伤力 这一当 外界一阵嘈杂 似乎有人在大声嚷嚷着我的名字 我开了门出去 站在回廊里看了看 见楼底的大厅里乱成一团 一个紧一滑滑的小公子 东张西望的大声嚷嚷 我要叫卡门姑娘 快叫她出来 几个闺奴想阻她 却被她身后两个飙行大汉给提飞 一时鸡飞狗跳 我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继平安这丫头 真是个胆大妄为的 竟然跑到青楼来撒野来了 却叫月娘急急忙忙的冲来 陪笑道 哎 这位小公子 不知道我们卡门姑娘 有什么得罪公子的地方 让公子这么生气啊 月娘到底好眼色 看得出几衣华服的季平安 这气势不是普通人家 所以只陪笑 姑娘们的房门都打开了 一个个偷偷的探头探脑 却见继平安 把脸一扭 傲慢的说道 他没有得罪我 我是来帮他赎身的 月娘一争 姑娘们又开始怯怯辞语 月娘笑了笑 圆滑的道 嗨 公子说笑了 卡门姑娘是客居在我们乙红楼 并没有卖身给我们呢 她倒会说 明知道我现在不敢走 自然也不拿个什么老实子的卖身器来绑我 还可以一口堵了那些帮我熟身的人的嘴 我冷笑 倒要看你月娘 还能变出什么花样来 季平安果然争住了 你说她没有卖身给你们 月娘笑道 是啊公子 卡门姑娘 可是在我们乙红楼挂牌 她想走随时都可以走 公子可是误会我们乙红楼了 季平安怒道 这么说 她是自甘堕落 自愿待在这里 怪我还 月妈妈 我出声打断季平安的话 楼底下的人全抬头望上来 我笑了笑 请这位小公子 进我房间里谈吧 月娘迟疑了一下 可是 姑娘是被季将军包下的 让别的男子进去 恐怕不方便 不方便 那你还不是容着楚商进进出出 我心里痴笑道 别再信月妈妈 这位小公子 就是季将军府上的人 月娘不好再说什么 一听是季将军府上的人 更不好得罪 只得弯身对季平安道 公子请 季平安从刚才 一直对我怒目而视 真不知道 要是哪里犯到他 我笑了笑 转身进了房 全在窗前的踏椅上 让小红去备茶 一会儿 季平安怒气冲冲的冲了进来 处在我房里瞪着我 我笑着看他 坐吧 我才不坐你这污造的凳子 季平安没好气的道 小红端了热茶进来 听到他的话 皱了皱眉头 将茶摆在以他的矮跡上 轻手轻脚地退了出去 这青楼 可没有一处干净地方 平安公子若嫌弃 就不该来 我冷笑 刚才看到小红的神情 知道他被季平安的话 说中痛楚 心中的季平安 也是有些气恼 来了即便是站着不坐 那脚也脏了 季平安被我说的脸一阵红一阵白 气呼呼地冲过来 坐在我侧边的矮榻上 咬着牙看我 你怎么认出我的 我正在喝茶 一听他这话 忍不住一口喷了出来 割了茶盏 笑得喘不过气 季小姐 你还当自己男扮女装很成功呢 你除了换了身男装 全身上下一举一动 哪里像个男人 那把声音也不会演 不认识你的人 倒可以给你蒙过去 欠过你一面 自然看得穿 倒是有几分眼色 季平安哼了哼 嘴上虽然认了软 却沉着脸继续白脸色 我知道她的性子 也不以为伍 笑了笑 季小姐最不屑 与我这等青楼女子沾上关系 这会儿再 怎么屈尊降贵 跑到青楼来捣乱 这季家的宝贝担子 也真是胆大包天 任性妄为 居然也不顾自己的名誉 青楼这地方 也是想来便来 季平安哼了一声道 哼 我二叔说 昨个是你救了我 我季平安最不喜欢 受人家安慰 你救了我 我便来帮你赎身 以后我俩 别互不相欠 我不用再欠你人情 哼 这季大小姐 还真是帅 真的可爱 我笑了笑道 如此 只怕要叫季小姐失望了 你没听到刚才月妈妈说吗 我只是在乙红楼挂着牌子的客举 没有卖身给她 听到了 听到了我才更气 季平安猛地站起身 瞪着我道 你明明是自由之身 为什么要待在乙红楼这样的地方 真是自甘堕落 不知廉耻 真不明白我二叔和语叔 怎么会喜欢你这样的女人 我自嘲地笑了 她以为是她二叔包下了我 又给她在园子里 瞅见我和语公子调情 恐怕心中对我厌恶感更甚了 认定我是个朝三暮四的下贱女子 季小姐 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你这样的好命 有个位高权重的二叔 提供你衣食无余的生活 我端起茶盏 淡淡地说道 大多数像我这种无依无靠的平民百姓 都得自个儿赚盐子虎口 老百姓的生活 不是像你想的那么容易的 精神这么大 你可以找更好的工作 季平安气呼呼地坐下来 不以为然地反驳 看你也是读了两天书的 没有必要一直待在乙红楼 在这里卖笑才能活 真是跟女人丢脸 卖笑怎么了 我喝了口茶 放下茶盏轻笑道 我不投不抢 有什么好丢脸的 再说了 这世上的人 哪个不是买来买去的 商人出卖商品 谋取钱财 读书人出卖学识 谋求前程 农夫和市井平民 出卖劳力养家虎口 可以咱们清劳女子 出卖个色相讨个生活 并天理不容了 说到底 还是有买才有卖 有市场才有货品 没那些个男人 像狗一样凑上来 青楼这行业 早就过门大吉了 还能越开越多 朝朝代代履金不止 季小姐不从那些个 买的人身上找原因 倒看不起卖的人 真是笑话呢 言下之意 你二叔帮了我 不是我的问题 而是你二叔的问题 以后你少来找我麻 你 万里 胡说八道 季平安被我颠倒 伦常的言论气倒了 偏偏又找不出理由来反驳 脸上的通红 咬牙切齿地瞪着我 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我看他气成这样 有些心软 这小丫头虽然刁蛮 心眼却不坏 至少还知道受人恩 要还人情 再说了 他那些观念 也是这个时代的人根深蒂固的 从小受的便是这样的教育 我又何苦跟一个小丫头过不去 不过季小姐今天的情 卡门成了 我笑了笑 诚挚地看着他 你也不用一直将我救你的事放在心上 我昨日也不过是举手之狼 不值得季小姐这般费心惦记 我 我 季平安孽如半天 还是没有说出话来 这小丫头还真是别扭 我眼睛一转 看到了搁在圆桌上的三只猪仔 笑了笑 季小姐为我这般费心 卡门也送几个小玩意儿给姑娘 全当谢谢姑娘跑这一趟 谁要你的东西 我们将军府什么东西没有 季平安不屑地轻哼 看到我捧到他面前的三只小布猪 勿然收声 眼中浮起一丝喜色 啊 季小姐不喜欢 那就算了 我做事要把猪仔收回 季平安一把夺过去几道 啊 啊 竟然是你一片心意 我 你这玩意儿 我说了 脸上明明喜欢的不得了 说话却抬抬架子 真是个小屁孩 我看着他拿着三只小布猪 爱不释手 忍不住笑起来 季平安脸红了红 拿人的手短 对我说话也客气了些 这是你做的 我从没见过京城有这种小布 我画了图样 让锦绣庄的金大娘做的 我笑道 这些日子锦绣庄应该有卖的 季小姐若喜欢 可以去锦绣庄订货 你竟然有这样的本事 苦苦 季平安脸如了一下 住了嘴 想是自己知道 又把话题给绕了回去 我笑起来 也不是省事的主吗 他顿了顿 终还是说道 我二叔再喜欢你 也不会把你取进门的 你 这语气 倒不是轻蔑了 我笑了笑 慎重的道 季小姐放心 我从没有想过 要嫁进将军府 我不是这个意思 季平安的脸胀的通红 想了想 小声道 三日后 恕我生辰 你 你没事 也来吧 这样就与我话题为友了 哇 这三只小公仔的威力 还真是无穷呀 一下子 就把这样娇恨的小野猫 收服了 我笑起来 季平安别扭地站起身来 气恼道 你笑什么 不来就算了 说着 就抱着猪仔往门外走 我摇了摇头 这别扭的孩子 我见他拉开门笑道 我一定去给季小姐喝瘦 他转过头看我一眼 见我眼里 透着诚意 唇角也开来 抱着小布猪 笑咪咪地走了 第三十六集 夜里被尿憋醒 睁开眼睛 想翻身起床 骇然地看到 床檐上坐着个人盯着我 害得我差点惊叫起来 一抛尿也给缩了回去 再一细看 又气又怒 没好气地看着那个男人的 啊 处爷白日里见不得人怎么大 每次到半夜三更都出来吓人 男人轻哼一声 见我醒了 也不坐着 侧身便往床上躺下去 一把将我拽进怀里 孤得紧紧的 我睁了睁 轻呼道 痛 他手臂上的力道松了松 仍是不放手 我叹了口气 知道挣扎也没有用 任他抱着 沉默不语 他也不语 就这样抱着我 不松手也不说话 半晌 我忐忑不安地抬头望了他一眼 却见他一双眼睛正紧紧地盯着我 嘴角紧面着 看不出喜怒来 你来干嘛 终是我耐不住沉默 出声问他 努力想想 这几日可有做了什么会激怒他的事 想来想去 也就是去了纪将军府上一趟 回来遇袭 再加上纪平安来闹了一闹 那一件都不是我自己惹出来的 他没有可以迁怒我的地方 再说了 他即使要迁怒我 我也拿他没辙 不由地安下心来 他还是不说话 只是静静地看我 我不耐烦地挡 楚言 我这又瘦又丑的女人 抱在怀里不个得慌吗 你的品位 还真是有点商榷 他轻笑一声 你倒把我的话记得清楚 谁稀罕 我白了他一眼 顺时警觉得道 你今晚 不会是想睡在这里吧 他不置可火地哼了哼 我又惊又气 不安地动起来 我现在是 季将军包下的人 若是被他知道了 你以为我真会怕季精云 他冷笑 又顾及我 阻止我徒劳的挣扎 我已经抬眼看他 却见他眼中 有着浓厚的杀意 慕然一惊 你想干什么 你乖乖的 我便什么都不会干 他的唇落下来 含住了我的唇瓣 带着警告的意味 我心中一凉 难道他对我起了疑心了 心神恍惚间 一时忘了反抗 他的蛇趁机太入 动弄了我的舌尖 我轻喘一声 全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身子绷得紧紧的 老实说 楚大帅哥的吻气很好 只不过 我心中对他存着恐惧 也无惜享受 我推了推他 努力把舌头挣脱出来 气喘吁吁的当 楚爷这是说的什么话 我又怎么了 少跟我打马虎眼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那只小心思 别指望着把你丞相 千金的身份说出去 就能从我手里摆脱出去 楚商冷笑道 你不想让季家惹祸上身 就别打外主意 我吃笑道 楚爷说的话 我还真是不明白 魏丞相的千心心下好端端的 在皇宫里坐着飞子呢 哪里多出一个千金 在青龙卖笑 他静静地看着我 嘴角起了一个意味不明的笑容 淡淡地道 你明白就好 我当然明白 心里更是暗下决心 不能轻易将这个身份给泄露出去 给自己和季家引来杀身之祸 还好他目前还不知道 真正包下我的人是宇公子 还好他根本不知道 我已经窒息了他有谋反的祸心 若被他知道这个 我真是有几条命都不顾他玩 哼 我明白了 楚爷是不是可以放开我了 我冷哼一声 又想从他怀里挣脱 别乱动 他仍是不肯放开我 脸向我俯下来 我赶紧别开脸 他的唇在我的脸颊上游走 轻轻浅浅地撩拨着我的情欲 我又羞又气 楚商 你别逼人太甚了 你想要我这身子 拿去就是了 别想再羞辱我 性子还是这么宁 他轻笑一声 停止了对我的性骚扰 话锋一转的 那个像卢走你的黑衣人是谁 我一惊 还以为他不会问了 没想到他记在心上 我没好气的等 他蒙着脸 我怎么知道他是谁 你不知道 他若不认识你 会三番两次救你 楚商笑了笑 捋了捋我贴在脸上的 乱发将他顺到我的耳朵 上次遇到玉迪儿 若不是他 只怕早让玉迪儿 那采花贼得手了 他若真认识我 想救我 我也没法子 那是他的事 我冷冷地讥讽他 就算他不救我 让那采花贼得了手又怎么样 反正我现在也是残花败了 跟一个男人上床 和跟一百个男人上床 有什么分别 至少 那个采花贼 还有些温柔手段 住嘴 他目的收紧手臂 眼中燃起怒火 勿然翻身把我压在身上 脸逼近来 语气森寒 你是嫌我不够温柔 微蓝雪 你还想招惹多少个男人 这话倒是说的奇怪了 楚爷把我放到青楼来 不就是让我来招惹男人的吗 我冷笑道 知道他已经动怒 仍是控制不住的想刺激他 楚爷把我放在这么招摇的地方 我不过是如你的心 秤你的意罢了 你还有什么不高兴的 你 他扬手想删我 我把眼一翻 冷笑道 楚爷这么不待见我 一装打死我好了 除了杀人和强暴女人 你还会什么 是 除了杀人和强暴女人 我的确什么都不会 他怒火中烧 撕的一下撕开我的内衣 含住我的苏胸 每次都只会这一招 一生气便会扯烂我的衣服 快冷横一声 摊开手脚 成大字摆在床上 喊声道 动作快点 做完了快滚 我还要睡觉 气回下来 我也稍稍地摸到了 他的一点脾气 我越是表现得无所谓 他越不会轻易动我 希望这次仍然有效 他目的停了下来 他眼冷冷地看着我 眼中的怒火 竟渐渐地消退了 我心中大快 果然有效 面无表情地看了我半晌 他从我身上侧翻下来 将我搂到他的胸前 声音也听不出一丝情绪 睡觉 说完 将眼闭上 他还想在这儿睡 我吃惊地看着他 想从他怀里蒸出来 他孤得紧紧地 根本不松手 我气很大 这是我的床 你出去 睡觉 别让我说第三次了 他冷冷地开口 眼睛都不睁一下 他是真的想在这里睡吗 我又气又怒 你不怕 我半夜将你杀了 他轻笑一声 闭着眼睛满不在乎的道 你不妨试试 说着 将我的脑袋压在他的肩窝上 并再也不发一眼 我全身僵硬地躺在他怀里 又惊又怕 他均匀地呼吸声 平缓地传来 我不知道他到底睡了没有 想悄悄地从他怀里脱身 却发现他的手臂 却仍是将我估得死死的 试了好几次都是如此 我不敢大力挣扎 怕惊醒他 心中又是恐惧 又是慌乱 万一他半夜受性大发 我该如何 跟魔鬼同探而眠 我睡得着才怪 我高估了自己的体力 一开始 我还能瞪大眼睛盯着他 提心吊胆地 时刻保持警惕 到了下半夜 脑袋越来越沉 眼皮越来越重 也不知道是几更了 终于还是耐不住 瞌睡虫的召唤 晕晕沉沉地 睡了过去 前方有亮光 我摸索着 向那团亮光走去 一个轻瘦的背影 寂寞地坐在光团里 我望着他的蓝发 心中一紧 明艳 我有多久没有想过明艳了 我咬咬唇 心里有些歉疚 似乎我在这世上 过得太过太平 我想明艳的次数 便越来越少 所以 她忍不住 进到我的梦中来了吗 我有些心痛 对明艳 我有满腹的心疼和怜惜 可是 独独少了些心动的感觉 我喜欢亲她抱她 可是不管怎么亲 怎么抱 也只是一种很单纯的念头 从来没有产生过多余的欲望 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很喜欢她 很喜欢她 可是 我爱她吗 她没有回头 反而把头埋下去 我吃了一惊 急忙冲到她面前 蹲跪在地上 捧起她低垂的脸 焦急的 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事儿 发生了什么事儿 她的脸颊上有泪 黑雨般的毛子 默默地望着我 看得我心都揪了起来 我一把抱住她 泪涌出眼眶 对不起 明月是我心里最重要的人 你要好好的 我才会好好的呀 老婆 你放心 还有两个月 我就能有肉身了 我到时一定会来救你 把你带到那些坏男人 永远找不到的地方 她在我怀里抽泣着 泪尽失了我的衣巾 我微笑起来 我知道 我相信 明月一定会带我走的 我只要把这两个月 好好地忍耐下去 以后都会好的 她哭得愈发大声了 伤心地不可遏制 我无奈地捧起她的脸笑的 别哭了 再哭 再哭我叫 木的吻上她的唇 将她的乌叶含在嘴里 唇上有泪水咸咸的味道 我轻柔地舔掉那苦涩的咸味 她激烈地回应着我的吻 这小家伙 还挺没有安全感的 我笑着她身上 不含一丝杂质的 清脆的青春男孩气息 心中又柔又软 她轻喘着松开我的唇 温柔如露的眼睛 委屈地看着我 我讨厌那个人 睡在你身边 嗯 我也讨厌 我点点头抱住她 柔声道 所以 明燕今天一直陪着我吧 陪着我到天亮 睡到床上的 只有未来水的身体 别知错了 她终于笑起来 唇向我压下来 我轻笑出声 温柔地含住她柔软的唇 慢慢地闭上眼睛 幸好 幸好 这样恐怖的夜晚 有明燕陪在我的身边 谢谢你 明燕 感谢收听古风言情小说 晚清思 本次播讲完毕 敬请订阅 分享 点赞 下集再见 请订阅 请订阅